大家好,我是鄭永迅 剛剛中委會正式通過了我代表民建聯 參加今次來九龍西立法會的補選 而這個決定亦都得到 個個友好的建制派和團體的支持 對於我來說,能夠得到我民建聯的兄弟姊妹 無私的支持和信任 多個政黨的支持我感到是我從政以來 十多年最大的榮譽和挑戰 為什麼是榮譽呢? 因為我知道我這次背負了一個 更加大的使命和任務 就是希望為大家做更加多的實事 我們聽到很多市民跟我們說 希望議會是更加多以民為本做事的人 希望是做實事的人 而如果我們選了一些立法會議員 他只是顧著反對 他只是顧著玩政治 而妄顧民生 說了當做了 其實最後都是我們香港人受苦 而另一方面對我來說是一個最大的挑戰 因為我知道今次我是第一次排第一位 去代表民建聯參加今次的立法會補選 我仍然是要追之明度 所以今次的選舉是非常非常之艱難 但是我向大家承諾 我一定會用百分之二百的力量能量去做好這個選舉 大家都知道我是十分之熱愛運動的 我亦都會以一個運動員的精神去全力以赴做好這個工作 我今次的選舉口號是堅守信念 信有希望 因為我相信香港人是可以值得有更好的生活環境 過去幾年我們面對了很多不同的機遇 我們錯失了 有些人拉我們的後腿 但是其實香港人是可以有更加好的發展的 所以我向大家承諾 如果有行我是有機會入到議會 首要我兩件事是希望可以為大家做 第一就是抗拉部 讓到議會能夠重返正軌 大家可以聚焦在更多民生和基建的事項上面 第二是支持高鐵在今年的第三季通車 因為我們知道高鐵是在我們西九龍區 其中一個非常之重要的建設 可以帶給我們向九龍西區的經濟再起飛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鄭明信 讓鄭明信給大家多一個更好的選擇 阿信已經在九龍西區服務超過十年 對於這個社區是非常之了解 亦都是非常之有感情 我希望憑我過去的經驗和感情 繼續服務社區服務更多的市民 所以希望大家3月11號支持我鄭明信 堅守信念信有希望 多謝大家 和minded 總之一 感谢观看